哈喽大家好,我是一颗知了 今天我打算吃一期比较高热量的食品 这个是那个奶油火鸡面 然后是双杯奶油的 还有这三个甜品 榴莲的大罐 还有两个梦龙和抹茶的小罐 长一下这个榴莲的大罐 然后是这样的分层 就是有很多层 上面是这种榴莲的巧克力脆皮 长这样的 上面是满满的榴莲肉 然后又好几层 长一口 真的好好吃 我其实这个罐子蛋糕 这是那个贝尔妈妈的嘛 然后这三个 我最喜欢就是这个抹茶和这个榴莲的 它那个大罐和小罐 应该味道是一样的 真的特别好吃 这样的分层 然后这边上面全部都是那个榴莲 它不是这样那种 它是真实的榴莲果肉 然后中间面包皮是那种非常松软的 还有一点奶油 真的很好吃 再想一下这个抹茶的罐子 它跟那个大罐味道是一样的 就是大小的区别 然后这个抹茶的话 下面是奶油 然后中间也是那个面包 配这些 最上面这一层是那个脆皮 巧克力的脆皮 感觉瞧这个脆皮特别的解压 长这样的切面 它还有那种巧克力球 这个朦胧的我也好喜欢 我感觉这个没有彩留 就觉得特别好吃 长这样的 抹茶的也好吃 整体不会太甜 就是把握的还挺好的 然后有点微微的苦 来上一口这个活鸡面 是我自己煮的 双倍奶油 上一口 还是有一点辣 它煮的时候满屋都是那个 漂亮的奶油的味道 它是那种芝士粉嘛 芝士奶油的感觉 是你让我感觉感不像我才出花一朵 是你让我想要 因为你随意下期的 感情淡满了覆盖 你也想尽了覆盖 要是接着我们的选择 好吃 就是有点辣 开一下这个梦龙的罐子 也是这样子的分几层 然后最上面是那个 梦龙味的巧克力的那个脆皮 上面还有一些巧克力球 满满都是这个巧克力的味道 上一口 很纯香的那种巧克力味 这种就是偏清香一点 那个抹茶的 榴莲就是奶香奶香的 它这个奶酱是比较浓郁一点的那种 就是比较浓稠一点 然后这个口感是有一丢丢偏甜的 喜欢巧克力的 应该会喜欢这一款 我更喜欢吃那个榴莲和 榴莲和那个抹茶的 我觉得这两款特别好吃 这三款就是总体来说 几乎那个面包皮是很少很少的 我是那种超级爱吃奶油的 然后如果奶油好吃 我就能吃很多 这三个奶油的话品质都特别好 然后是动物奶油嘛 然后 我觉得特别特别喜欢吃 甜度也把握的挺好的 它中间还有这样的巧克力 微化球 就是摇起来里面是脆脆的那一种 把这个火鸡面吃了 真的很好吃这个甜品 我之前就经常买那个贝尔妈妈的 然后这个大罐和小罐 如果味道一样的话 我觉得可以买小罐 就小罐可以每个口味都一样来一点 就一下就知道自己最喜欢吃什么味道 像他们在圣诞和春节 都是有做活动的 就是我觉得活动的时候买 会更加划算一点 今年双十二嘛 我觉得双十二的优惠力度也特别大 这三个的话是一百零八 然后我觉得真的很好吃 比较推荐这两款 就这两个味道是我最喜欢的 我问大罐小罐嘛 他们的味道 我真的觉得特别特别好吃 朦朧的话 喜欢巧克力的可以试一试 然后等一下我再去 感觉今天之内就可以把它全部吃完 因为真的非常非常好吃 喜欢乖乖可以去买来试一试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 拜拜